大家好,我是牛娃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书 一本我未看过,但也知道十分精彩的书 就是这本《千奇百怪中国游乐园大图监》 作者就是这位懂得软骨功的大师 名叫《关上舞斯的日本人》 事员是有一次他打开电视的时候 看到一则有关中国游乐园的新闻 瞬间研点起他兴趣 所以就启发了他出这本书 而启发他的这一则新闻 其实是发生于2007年的时候 日本富士电视台收到消息 远在中国的北京 有一座名为北京石井山游乐园的地方 竟然在门口挂出一幅大大的横标 寄着去迪士尼泰远到石井山游乐园 但经过调查发现 他们是未获得迪士尼的授权 所以记者可能真的嫌迪士尼泰远 去了石井山游乐园采访 在采访过程中 记者遇到游乐园的CEO刘总 刘总被问到这个游乐园 和迪士尼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刘总的回应是 你跟迪士尼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是吗 没有关系 但我们是根据格林童话 我们在创作 所以正因为这样 在乐园里面 看到很多如有雷同 实宿巧合的作品 就例如 好似迪士尼的Vinnie the Pooh Mickey Mouse 唐老鸭 高飞狗 跳招虎 史力加 红都面晒的白雪公主 和她那七只兵 多拉耶蒙 和Linso的Carlo Kitty 想不到多拉耶蒙和Carlo Kitty 都有一天可以和平相处 还有翠儿Betty 戴了大眼仔的哈姆太郎 拿着枪的托姆猫 进化到有耳朵的多拉耶蒙 还有一些网上 找到网友拍摄的内部情况 接着记者又决定 找工作人员一问究竟 是不是模仿迪士尼的呀 应该是 应该是 因为那个香港迪士尼 跟那个 他们都是从那边 就是原来派人过去 学习或者看着人家 也就是说要是差别吧 应该是差不了多少 就是说有的技术 或者是有些人员 那个舞蹈啊什么 学不到人家那种 特别精那种 但是应该 我感觉应该是看不到的 接着记者还访问了一个小妹妹 今天看到了一些 迪士尼的那个娃娃吗 看到了 看到哪个呢 我怕那些小丑们 全都照了一些像 但根据乐园楼总的说法 明明乐园是 跟迪士尼没关系的哦 为什么又会有一只 这么似的Micky在那里呢 米老鼠上的有吗 没有 没有是吧 我们是大耳猫 我们是大耳猫 大耳猫 我们是猫 你听一下 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可爱 一只猫加上一只米奇尼 但是在我做这段片 找资料的时候发现 近年来在中国宠物市场上 出现了一种叫米奇尼的手术 无论哪种颜色 只要你相中了汤姆哥加了狗狗 汤姆哥都可以给狗狗做个手术 变成永久疏离的米奇尔 米奇尔不是偏僧的啊 米奇尔是做过轻微的 而这个手术的意思就是 将你宠物原本耳製的形状 血淋淋地采置成一个 护形米奇老鼠耳製的形状 过程是非常残忍 有些商家甚至为了折省成本 是不用麻醉剂 我就不在这边过多敘述 但你还伤害小动物 只是为了满足人类一己私欲的行为 就例如宠物掩饰 尾甲 才尔等等这些行为 我认为是必须要被禁止 同时也希望在这里呼吁大家 爱护动物 不要支持这些行为 如果不是 见你一会 打你一会 讲回游乐园 当时新浪网也就涉嫌抄袭事件 进行了网上调查 还是盗版的行为 而有23%的人认为是没错的 我没错 我没错 你又别 那听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同一样 在执着包袱 打算去一探究竟的了 但很可惜的是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可能涉及侵权的公仔 已经被移除了 而关税姆斯先生 就是看到这些新闻 所以就决定踏上 中国游乐园打卡之旅 在2019年的时候 他接受中国知名网络演讲平台 一直邀请 分享自己的经历 当中有提及到 2011年的时候 他决定就放北京石井山游乐园 发现了一只要做就要做最好的新市图 一间麦肯鸡餐厅 以及灰姑娘力险的地方 而我相信灰姑娘真的是这个力险 因为里面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 他还分享了很多 在中国不同游乐园拍摄到的创作 还有日本的盗版 重庆的盆斯洞酒店房 新加坡的盆斯洞 而我知道 如果我只是介绍中国的游乐场 一定会有人会偏心 所以跟着我来和大家介绍的 是坐落于印度的游乐场 名字叫做DC World 影片的作者都特地在门口 confirm 一下 里面是否Mikki Mouse 然后他就看到印度版的米旗 阴间版的米旗 没有吃东西的米旗 爱因斯坦Tom & Jerry 美食 做旧风的地方 之后他更看到一只非常有礼貌的Mikki Jackson Mikki 哇 Thank you Thank you 还和作者展示了一轮舞技 Mikki 哦 Mikki 哦 之后还上台和小朋友戒舞 在休息期间 还非常热情 拿开面罩 和作者打招呼 他被问到多少岁的时候 How old are you?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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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44 哦 你的名字是Mikki Mouse Mikki 而除了这只那么特别的Mikki Mouse 其实尼泊尔都有一只 也自称是糖露鸭的Mikki Mouse 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一看 而今天拍这条片的原因 是想问下大家知不知道哪里还可以买到这本书 如果你知道有大方的话 就不妨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好了 有缘再见 Bye Bye